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文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珊 台股今天再度的破底 昨天我跟各位说 今天最好跳很空的开低 但是今天有跳低只有13点 因此这个盘一路的继续往下重载 目前这个波段总共有五个空方缺口 很多人到今天恐怕眼泪还在流 珊珊老师还是请各位把眼泪擦干 你的眼泪千万不要白流了 昨天的节目我跟大家讲的非常的清楚 近期不是各位的错 也不是台股基本面的问题 而是跟全球的联斗 而当大家没有信心之际 外在的干扰加内忧 包括阿多仔在我们的台股 一直提款一直提款 以至于提了重型股 让我们指数非常的难看 到了今天我发现 我们台股不是只有阿多仔的问题 我们的内肢 我们的散户 我们的蚂蚁熊兵 全部形成了人采人 台股自费武功了 如此动乱的行情 为什么大家不能心平气和 就这样让台股 断手断脚 跌到谷底 沙无色 整周海绿绿了 全军覆没了 今天 很多人 应该 心在堂血 不只只有哭泣 因为从今天 盘中的沙盘 跟昨天的行情 在比照很多的股票 全部杀到楼下 杀到地下室 引发了一件事情 这几天 所有的券商非常的忙碌 急着发融资追缴令 有钱的还赶快补钱 没钱的就让他自己断手断脚 所以 这个行情 多杀多 人采人 融资断头了 以至于行情 全军覆没 向下沉沦 看到台股这样 我真的非常的痛心 最近这个沙盘 有三个步骤 这三个步骤 其实 就是造成我们台股 如此向下沉沦 不管我们的官员如何喊话 都没有用 各位今天终于体会了 基本面 不会随时随刻在改变 但是筹码面 一定随分随秒一直在变 砍沙三步曲 人人中奖 外资 继续砍台股 从楼上砍到楼下 还要继续砍到地下室 砍到谷底 而投信 已经互相砍杀了 已经忍不住了 也开始砍了一堆股票 昨天六月三十 已经砍了一些股票 提了款 而作账结账 继续砍 而这时候 所有的散户 蚂蚁雄兵 我们所谓的业内大户 一样 自砍 所以这三号人物 大家都中奖了 续砍 户砍 自砍 所以台股 就这样砍下来了 三三老师 希望所有的人 用智慧 理性 来战胜大牌 并且战胜你 心中的恐惧 台股不是不行 而是筹码 已经乱七八糟了 你要砍 他要砍 一起砍 所以就是这样下来 今天我要告诉所有的人 要当个有勇有魔的人 不是在那边哭泣 追那个听那个名牌 到最后就是这样 续砍 互砍 自砍 砍来砍去 砍到不知道 为什么断手断脚 全断光了 我有两个粉丝官网 你一定要加入 一个LINE 一个Telagon LINE是小老鼠QQ33 Telagon是股市负金金 或QQ33168 你都可以找到我 而这两个粉丝官网的差别是 LINE的部分在首页 常常有个股的研究资料 PO图PO文 还有一个会计图示 你要收听广播 收看TV 直接按了把你连结了 尤其这个LINE的部分 今天有一篇 大家一定要知道的事情 我已经PO在LINE的首页 稍后你看完我的节目 赶快到LINE的首页 去看看这篇的PO文 它将攸关于我们台股 能否立即反扑 还是要向下重挫的一个重要关键 Telagon盘中级讯息盘射演变 各股的操作 李洲TVYouTube的节目 在傍晚都会与各位分享 其实今天的盘 我昨天又解完了 一大早 我有贴几个图 在Telagon上面 来提醒所有的粉丝 然而今天这样的重击 我想不是你流眼泪就可以解决 也不是你哭泣就能够解决 也不是你躲起来能够解决 而是在这个地方 你要想想你的下一步是什么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今天台国的表现 开低13点 今天错就错在开低13点 倒回去 昨天6月底6月30 我说大盘跌到这里 有四个空方缺口 而本间K线告诉大家 以这种走势 恐慌性没有消除 绝对还会重击 所以7月1号的周五 最好低盘开出 而且我特别交代 以这种形态组合 最好跳很空开低 否则继续跌 跳一点都不行 一定要跳很空 否则继续跌 每一种形态 不是每一种都要很空 到昨天那个段落 筹码跟组合 就只能用跳很空的开低 才有办法再清一次符合 今天又有很多人中奖了 我们看下去 我说要跳很空 他没用 所以我昨天已经解完了 只要没有这条路 低盘开出 没有这条路 一定继续跌 今天跳13点 你们知道为什么 今天13点 有很大的错误吗 晋级很多的股票 岌岌可危 融资要杀 昨天前天大前天都在杀 有些股票刚好面临 这个关键点 你开一点点 好 没有被砍出来的 赶快再摊一下 各位都知道融资维持率的问题 你岌岌可危的时候 在没有很难看的时候 赶快去补 然后又称整户维持率 今天早上又一堆人去抢 这里赶快摊 结果再杀一波 福尔没有扎干净 绝对不会罢休的 我之前告诉大家 主力的心态就是如此 这边叫做买盘 对不对 一道人栽进去 所以今天开始三点就是错 一路往下杀 今天单一开线 还是一根大阴线崩落 今天还是有空胖缺口 今天比昨天更难看 暴跌了482点 收14343 这数字好像也不是很漂亮 今天这边打错了 三千亿少一个零 终于三千亿了 凶手是谁 权重 光这些加肿起来 涨跟跌就两百多点 其一的两百多点 蚂蚁熊兵互相踩 还有内支大户互相踩 今天几乎都暴跌 从这边刷到这里 昨天大阴线崩落 我说这个数字真的是很不好 现在照大家的翻译 叫死一死 这是大家讲的 六月份跌掉了1982点 昨天这不得信 所以我说 到昨天这个格局 你没有让它全部杀干净 是不会罢休的 所以盘我是不是解完了 今天一定要开很空 不然一定继续跌 结果今天 很多人中奖了 哎呦跌不住 快唱哦 结果呢 哇 跌到楼下 很多人说今天终于3000亿了 我要告诉大家 这边下来五个缺口了 以这种形态怎么切线 很简单 就是空头成型了 这边当时试图踩刹车 这边还没破 昨天破下来了 破下我告诉大家什么 告诉大家叫做跳空破底 那么跳空破底 你次日你必须赶快 很空反手拉或直接开高拉 没有你再破一个下来 那不用讲了 投出来了 空头成型 此波段跌得非常的凶猛 已经有五个空方缺口 这是非常罕见 通常有重大利空不好的消息 一直在干扰才会出现五个空方缺口 此次 有很重大的吗 没有 大家听的就是什么升息 打仗还没打完 疫情 大家都已经差不多了 就在这里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大家心情害怕 情绪恐慌 有些股票这样子极其可为 很多人扩大信用 所以造成追缴 所以造成这样杀来杀去 杀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杀 所以我跟各位说 通常有里头的杀 还情有可原 无里头的杀 就像这一段下来 很罕见 下周能否以蝶举蝶 靠大家的智慧 三大法人有责任 金头法 黄头法 红头法 黑头法 内资外资都有责任 看他们如何用他们智慧去战胜 还有一个 大家寄予厚望的国安基金 这个牌 要用智慧 每个人活在恐慌之中 不用讲 再好的财报也没有用 再多的订单也没有用 再好的外销出口都没有用 每个人就是杀就杀就杀 空头来了 熊来了 为什么会有空头雏形成形 被大家做出来的 对吧 国安基金盘中有说不排除有必要会出来 然后慢慢去开 重点要说到做到 用说的好像没什么实际效果 可是我们在这边看看这几号人物有什么方法 没有 我们要靠自己的智慧 靠别人不是很可靠 靠自己最好 下周给各位14575的关键价 注意了 下周开高最好站上关键价 或直接说在今天这根大K的里面 今天解的开高跟昨天是不一样 今天是礼拜五 礼拜四解的跟今天不一样 因为形态一直在 形态组合是有些许的变化 所以下周一开高盘 最好直接站上关键价 如果没有没关系 你悬在今天这么大跟K的里面 红黑都没有关系 出来的时候我再告诉大家 第二种状况 下周开低 最好再跳空 亦已跌止跌 但是这句再跳空 没有像昨天说要跳很空 下周跳空 不管你缺口大小都可以 因为这是形态组合的变化 跟量能的变化 所以各位今天好好的把 珊珊老师解的盘听清楚 我在跳回昨天 昨天是告诉大家必须 否则反杀 低盘跳很空 否则继续跌 这是礼拜四讲的 对不对 那么今天礼拜五 有些许而变 不要乱超错 下周开高最好站上 那是最好的 不然你就说在里面 这根K的里面 红黑都可以 太低这种状况 缺口大小都可以 很容易已跌止跌 这些所有东西出来 我下周一告诉大家 所以我的LINE 我的Telegram赶快加入 这件事情 不是今天发生 也不是昨天发生 已经发生几天了 尤其是昨天跟今天 各券商出现融资断头 追缴令 我说过 市场很无情 赚到钱的人很棒 没有赚到的埋怨别人 因为融资要断头 要追缴了 就是这个样子 有钱的还能够补 没钱的只好就断下来 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情 接下来 重大消息宣告 台积电 今天在杀杀到破底 到底发生什么事 有一篇重大的po文 惊爆台积电出事 到底出什么事 我已经把这个内容整合 贴在类的首页 大家去了解一下 我们希望这件事情 影响没有很大 大家去参考一下 台积电 有三个大厂 有砍他部分的订单 那么大家的解读是 砍他的订单 是不是代表景气不好 代表已经没有这么多的 未来赚钱的机会 这个是见仁见智 看你站到什么角度 所以这个内容 我已经po在line的首页 大家看完我的节目 赶快去看一下 至少身为股民的人 全部要了解 因为他是我们台湾的航空母舰精神 所以大家要知道 知道吗 看完节目 去了解一下 大盘 暴跌了400多点 火箭6号 一样毅力不咬 继续上涨 大脚一直挤爆我家 5.8万张 尾盘再买2000多张 来过礼拜六礼拜天 讲到这档股票 跟着跟大家不一样 今天 我看他这档股票继续涨 我们有很大的喜悦 这档股票 一路涨了二三十percent 我却帮不了所有的股民啊 盘解到现在 自己看 这样的点数 这样的股票 讲到这里 我心里有险落寞 今天的盘就解到这里 希望台股加油 大家加油 有任何的问题 来跟我许愿 有任何需要三三帮忙的 自己找到我 祝大家做股票 天天一直赚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支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 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 就是你 感谢观看